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为发展的国家之一 博物馆呢 它也是典藏人文自然遗产的重要场所 一座博物馆它往往反映的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 人民通过文物与历史的对话 穿越时空 穿越历史 思考未来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 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 就是从博物馆开始的 那么作为世界上博物馆最多的国家之一 法国的博物馆呢 是我们了解法国社会和文化的一部钥匙 今天关于法国社会和文化的讲解 那么主要通过讲一下 法国主流的博物馆 区瑞博物馆 以及我们要去法国游游的时候 一些博物馆的购票事宜等等 那么讲述一下法国博物馆的特色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 关于法国博物馆的相关信息 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 就是法国它有文化遗产日 文化遗产日是法国政府规定的 每月第一个星期天 所有的国家博物馆是对公众免费开放的 所以说如果你去法国旅游的话 那么恰巧又碰到的是星期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去法国的任何一个国家博物馆 都可以是免费的 而且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末 会举行文化遗产日的活动 在这一天 包括法国的总统府 内政部 法国的一些历史建筑 都要向公众进行开放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 就是法国的博物馆 以及以博物馆所带动的 庞大的旅游业 我们知道法国 是世界旅游的热门之地 每年可以说它接待了 外国游客超过八千万 也就是说法国每年所接待的游客人数 其实是超过法国本土的人口的 历年来 法国每年接待的这些游客 很大一部分的游客的主要的目标 其实也就是参观法国的博物馆 法国的博物馆呢 作为法国的文化旅游之地 在法国的旅游产业当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 法国的卢浮宫 奥塞博物馆 法尔赛宫 每年就接待将近1200万的参观者 80%的外国游客 是为参观法国的历史和文化而来的 所以说要了解浪漫之都法国 首先我们要需要了解法国的一些博物馆 以及博物馆的历史 通过法国博物馆去和历史和未来 进行对话和思考 那么法国的博物馆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或者说我们可以结合着中国博物馆 来看一下中法两国博物馆的 不同的一些特点 法国博物馆 我们说它有大约1300座 那么中国呢 中国有2900多座 但是相比于中国有这么多的博物馆的数量而言 那么中国的客流量 也就是说所有的博物馆的客流量 是不是非常多的 但是法国就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将近80%的游客 都会为参观法国的文化遗产 而去参观法国的博物馆 那么另外一个呢 有不同的特点是 比如说在中国 很少有企业去赞助博物馆的一些活动 但是在法国 一些非盈利性的公益性的机构 还有一些政府和企业 经常会赞助法国博物馆的活动 而且呢 在中国我们知道 关于博物馆的历史 很多博物馆呢 一方面呢 人流量比较少 另一方面呢 就是它的开放度呢 也不是很高 只有部分 有一些博物馆和中国的一些学校 达成了一些 比如说一些协议 会作为教育基地 或青少年的一些博物馆的教育基地 那么法国呢 完全发挥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博物馆可以说是 法国学生的必修课堂之一 那么很多时候呢 学生甚至都可以在博物馆进行上课 所以通过比较 中国和法国两国的博物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一个具有中国 我们说有五千年为名的民族来说 我们拥有的博物馆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的利用率来说 那我们对于历史的传承 特别适合学校的合作来说 还是有很多空间 值得我们去挖掘的 那么相比于法国学校 几乎每一周 都会有老师带领学生 外出去参观博物馆 那么通过具体的一些展品 向学生会生动地展示 法兰西民族的过去 让学生呢 能够从直观的视觉当中 去深刻感受到自己祖国的伟大 和民族的自豪感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 非常去值得学习的一种教育方式 那么讲到法国博物馆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法国主流的博物馆 法国人心目中的博物馆的排名 可能和我们普通的民众的排名 是非常不一样的 通过勒梦的 就是说世界报的一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数据显示 这个勒梦的 它的一个调查是通过 对于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巴黎人进行随机采访 那么通过他们的评价 列出来 目前来说 法国人 当然尤其是巴黎人 他们关于法国博物馆的排行情况 那么出于第一位的 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卢浮宫 那么而是什么呢 而是奥塞博物馆 那么我来说一下 那么在巴黎人的心目中 排名前五位的博物馆分别是 奥塞博物馆 卢浮宫 国立自然博物馆 彭批度 国家艺术中心 以及工业和科学城 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奥塞博物馆 那么奥塞博物馆 于卢浮宫和彭批度中心 一道被称为巴黎的三大艺术博物馆 奥塞博物馆呢 可以说它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博物馆 它是由废弃多年不用的奥塞火车站改建而成的 1986年底建成开馆 它坐落在法国塞纳河的左岸 与卢浮宫呢 隔阂相望 奥塞博物馆它主要收藏的是 1920世纪印象派画为主 那么其中比如说它会有一些 梵高的自画像 莫奈的蓝色睡帘 以及雷诺瓦的加雷特末房舞会 这些作品呢都是奥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奥塞博物馆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些画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墨房舞会 这一幅呢就是梵高的自画像 梵高呢我们知道他是荷兰人 长期呢生活在法国 也是印象派的重要画家之一 蓝色睡帘 那么这个是也是法国著名的一个印象派的画作 这三部作品可以说是法国奥塞博物馆的三大镇馆之宝 奥塞博物馆的特点 我们说它除了我们上述看到的三大镇馆之宝的绘画作品之外 它还有一些家具雕刻以及平面艺术的 奥塞美术馆呢现在拥有的油画作品超过2300幅 雕塑呢有1500多件 此外还有1100件手工艺品 1.5万件图板 建筑模型 都市的发展规划草图 以及各类的艺术精品 所以说它仅次于 法国的卢浮宫和彭玉杜文化艺术中心 当然在法国人的心目中 它的排名是第一位的博物馆 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比较了解的 甚至说是法国第一博物馆 那么卢浮宫 卢浮宫呢它是位于法国的巴黎市的市中心 塞纳河 左岸 它原来是法国的王宫 居住过50多位法国的国王和王后 现在呢成为了卢浮宫博物馆 卢浮宫的艺术收藏呢达到3.5万件 它包括雕塑 绘画 美术工艺 以及古代东方 古埃及 古希腊 古罗马 等等等等一些不同时期的一些艺术作品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卢浮宫的这一个 刀三角的入口 那我们非常了解 那么这个刀三角的入口呢 它就是华裔设计师 被域名设计的 那么它也是 卢浮宫的一个非常 具有特色的一个入口 卢浮宫博物馆的特点就是 它的艺术收藏达到40万件以上 包括了我们所说的雕塑 绘画 美术工艺 以及古代东方 古埃及古希腊罗马 不同门类的艺术品之外 这些艺术品呢 可以说是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雕塑作品 还有一些 数量惊人的一些王室的枕丸 以及绘画精品 可以说 卢浮宫可以说是 世界各地 尤其是一些古代文化的 艺术品的重要的展示的博物馆之一 当然讲到卢浮宫 我们也可以把它与我国的故宫相比较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推荐大家看一部纪录片 那么这部纪录片呢 新一天的客人 他这个纪录片 他主要通过东西方的一些对话 去展示一些东西方的一些文化特色 所以说卢浮宫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不但是一个博物馆 他还有一些培训博物馆 专业人员的卢浮宫学院 那么这一点呢 是中国故宫所没有的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卢浮宫呢 他不但是政治家的政治斗争的场所 他也曾经是艺术家为展示艺术 艺术教育 艺术流派斗争的场所 那么这一点呢 是中国的故宫的传承 或者说中国的故宫 也没有卢浮宫斗争的那么激烈 所以说从这部纪录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中国和卢浮宫的不同之处 以及他们都反映了 是中西方不同文明 以及各自所承载的历史 那么卢浮宫的典型的代表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一个呢 就是断比维纳斯 还有一个就是蒙娜丽莎 圣灵女神 以及亥姆拉比法典 那么卢浮宫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皇宫 在1973年 法国国民议会决定 把它改为国立的美术馆 它最初的藏品 其实非常少的 到拿破仑时期 因为从许多国家 掠夺过来非常多的 大量的名贵的艺术品 比如说从土耳其 从埃及 掠夺了很多珍贵的古物 这些名贵的雕刻绘画 都是以战利品的方式被塑寡进去 可以说呢 卢浮宫的艺术收藏品呢 是堪称世界之罪 另外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彭比杜国家艺术中心 这是现代巴黎的象征 彭比杜艺术中心是1969年 由法国总统乔治彭比杜 为纪念带领法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击退希特勒的戴高乐总统 于是他提议要兴建一座现代艺术馆 这个艺术馆的建成之后呢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为什么说彭比杜国家艺术中心 是现代巴黎的象征呢 因为他的设计是非常新颖的 造型呢 也必有现代化的建筑 如果说卢浮宫的国家博物馆 代表着法兰西的古代为名 那么可以说彭比杜国家艺术中心 它就是代表着现代的巴黎为名 或者现代的法国为名 那么这座博物馆的特点是什么样呢 这座博物馆的特点就是 它是一个反传统的建筑艺术 它将钢架楼梯管到一律请出室外 以便腾出空间 用于内部的使用 彭比杜国家艺术中心这个大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杰作 是由钢管以及玻璃管构成的一个庞然大物 艺术中心的外墙 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管线和钢铁支架 使整个建筑物像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工地 彭比杜艺术中心它盘踞在巴黎古典秀美的古建筑群中 显得突兀而怪异 那么整座建筑一共六层 它分为工业创造中心 大众知识图书馆 现代艺术馆 以及音乐音响和研究中心几大部分 艺术中心藏有大量现代艺术精品 包括米罗毕加索等人的画作 除了这几大博物馆之外呢 法国还存在了非常多的一些趣味博物馆 首先是格力万蜡像馆 这个蜡像馆它创立于18世纪末 所以说是非常早的在世界上建立蜡像馆的一个博物馆 蜡像馆的外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就是蜡像馆的外形 那么整个来说呢 是非常小巧的 那么从这个博物馆里面呢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 法国的一些著名人物 或者是一些著名的经典的世界 当然呢 现在的这个蜡像馆呢 也会收藏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 那么中国人非常所熟悉的 像武打巨星成龙 那么他的蜡像呢 也陈列于这个馆当中 此外呢 当然有欧美的像布拉德皮特呀 和很多其他的欧美的流星巨星 那么这个蜡像馆呢 也有陈列 另外一个呢 是法国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下水道博物馆 那么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下水道 那么这个下水道博物馆 就是看上去呢 它是一个下水的井盖 但是掀开井盖 进入下去 就进入了一个地下宫殿 这说明说 聪明的巴黎人 利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的下水道 建成了一个下水道博物馆 那么目前呢 这个下水道博物馆 经过了几次的装修和整改 那么每天有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的污水 那会经过这个地下的下水道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下水道博物馆里边的陈列的东西 还有它的一些外观 很多人会把巴黎的下水道博物馆 称为巴黎的城下之城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能够把下水道变为博物馆 那么变为一种艺术 可以说只有浪漫的法国人才可以做得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香水博物馆 那么提到香水博物馆呢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法国是产香料香精 或者香水比较出名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格拉斯哥 那么它是香水之都 香水博物馆呢 里边陈列的有很多 可以说骨灰级的一些 香水的一些原产料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 香水的装饰 香水的气味 那么来自于世界各地 当然主要是来自于格拉斯哥 如果你喜欢气味的话 那么去法国 其香水博物馆是非常值得一游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玩偶博物馆 还有音乐博物馆 那么玩偶博物馆呢 是从1800年到现在 有很多一些玩偶 类似于法国的一些娃娃 按照不同的材质和年代 进行陈列 那么这里的有玩偶呢 它会有一些 关于怎么样会制作玩偶 玩偶的一些讲座 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玩偶的医院 所以说 所以说关于玩偶博物馆呢 小孩子们特别喜欢 尤其是法国的小孩子 他们过生日的时候 或和同学朋友 庆祝的时候 开party的时候 那么他们一般来说 会选择来玩偶博物馆逛一逛 此外呢 法国的一些区域博物馆 还包括音乐博物馆 音乐博物馆呢 是让每个人 都和音乐进行亲密接触 它会展示音乐的一些乐器 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些乐谱 会举办模拟中世纪的 宫廷的宴会的音乐的演奏 那么通过音乐博物馆呢 小孩子可以学习 如何通过呼吸 笑声 跺脚等身体声音 发出表达创造自己的一些旋律 所以说这些博物馆 其实无论是玩偶博物馆也好 或者音乐博物馆也好 它很多时候都是体验式的 此外呢 法国的博物馆还包括一些 比如说墨房博物馆 葡萄酒博物馆 以及圣诞老人博物馆等等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尤其是葡萄酒博物馆 我们知道法国是 世界的红酒产地 很多像伯根地 波尔多地区 都有非常多的 关于红酒的一些博物馆 通过博物馆可以打开了解 法国社会和文化的一把钥匙 那如果去法国进行旅游的话 那么去博物馆呢 可以说是我们的必游之地之一 那但是怎么样去呢 一方面我们要知道 法国有很多免费入馆的一些时间 例如每年的九月 第三个周末 是法国的世界遗产日 这时候法国所有的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些政府部门 平时不开放的场所 甚至是包括爱丽社工 那么它都是免费向公众进行开放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每个月第一个周日 法国的部分的博物馆呢 也是可以免费入馆的 或者说11月到3月 有很多城市 甚至到5月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就是说可以进入当地的 不同类型的博物馆 免费参观 另外一个呢 就是法国的博物馆 有很多比较优惠的措施 那么只要是18周岁以下 无论是来自于哪个国家 大部分的博物馆以及景点 都可以免费入馆 另外呢 26周岁以下的 如果居住在欧盟国家 那么大部分的博物馆和景点 也是可以进行免费参观的 当然关于巴黎博物馆 或者说法国博物馆的一些 购票事宜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来进行博物馆的购票 一方面呢 它可以节省我们的费用 避开排队买票的一些长龙 而且呢 在有效期内呢 是不限次数进行参观 所以说如果 你对博物馆比较有兴趣 其实一方面 就是通过网上订票之外 是可以买一些 一定期限的博物馆的票的 当然这些地点呢 比如说它有购票地点 当然也有一些票价 但这个票价包括 像两日票 像四日票 六日票 甚至是六天之内 或者是说一个星期之内 或一个月之内 那么连续的 不间断的参观 每一种价格呢 是不一样的 但是 整体来说 法国博物馆的价格 并不是很贵 通过这个讲解呢 关于法国博物馆的讲解 那么也是了解 法国文化的 重要的一个钥匙 同学们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都要关于法国博物馆的